本地傳入傳出的郵件 之前我們看了火車以及電車的建造 今天我們只是要來講講關於 本地傳入傳出的郵件 當我們在人口多了之後呢 除了電線網路之外 我們還可以透過郵局來傳遞郵件 市民或者是辦公室 也可以透過這些郵局以及郵桶 來寄送信件 不過這個郵局雖說建立了之後 會有20輛郵物車在幫忙送信 但是建造了之後 特別去觀看 並沒有這麼多郵物車 不曉得是不是郵局部分的Bug 可以看到我們雖然建立了三四個郵局 但是還是不服我們傳遞郵件的服務 每個月都還有積累了數萬的郵件 無法消化 可以看到在每個建築物帶送的物件都還有很多 但是實際上在動作的郵物車 似乎是只有一台 我們實際去點其中一個郵局去看 也發現出動的郵物車 並沒有像圓件上面顯示的這麼多 有幾十量 但是這些市民對於信件無法傳遞 也是相當的困惑 而且會降低信幅度 所以花了不少時間在研究關於如何有效的傳遞郵件 讓我們的信幅度不要因為郵件無法傳送 導致信幅度降低 所以我們試過了 蓋了一些郵局 甚至 新建了郵物車的數量 這個在郵局的升級的套件裡面就有 我們可以透過點選郵局 來升級郵物車的數量 不過這個車輛使用中始終在於二十分之一 並不會看到太多的郵物車在路上跑 稍微跟了一下郵物車 也確實 他在路上跑了一小段路之後 就自己跑回去 但是實際上這個郵物車的郵件數量並沒有滿 導致於我們帶送的郵件上基存的很多 或許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 教一下我這個新手的市長 畢竟我們也是第一次接觸關於這個都會天際線 之前在玩模擬程式的時候 印象中並沒有郵件傳送這一項傳遞服務 這只有在大眾會天際2這款遊戲裡面才有 後來我們在科技數字上面稍微找一下 是不是能夠升級某一些科技 發現在我們的通訊服務這一發展裡面 有一個郵政分類設施 所以郵政分類設施呢 可以幫助我們分類郵物包裹 讓我們傳遞郵件包裹等等 這些東西更加的有效率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的城市裡面 新建了一個郵政系統的分類 原本是想要試驗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 不過由於我們在郵政分類設施這裡 就已經得到了非常大的改進 所以就沒有郵件太多沒有送的困擾 現在我們就稍微新建個道路 讓我們有地方可以新建我們的郵政分類設施 我們稍微快轉一切 讓影片可以繼續下去 在蓋好道路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蓋我們的郵政分類設施 在蓋完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選郵政分類設施來升級 我們可以升級自動化分類 或者升級郵件儲存擴充 或者是新建一個額外的裝載台 讓我們有更多的郵政卡車可以行駛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自動化分類 可以讓我們提升分類的速度 傳遞郵件的服務也更加的迅速 在建立我們郵政分類設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減少 因為郵件沒有分類導致於郵件傳遞緩慢 所以我們必須要建造這一個郵政分類設施 來提升我們傳送郵件的效率以及速度 再按下我們相關的升級之後呢 可以從左上角來觀看我們目前郵政服務的狀況 可以看到自從建立了這一個郵政分類系統之後呢 我們的郵件得到了相當大的一個改善 比起我們一直興建郵局還來的有效率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簡單介紹一下 關於郵政的郵件傳遞 我們透過了郵政分類的設施 來改善我們郵件傳遞的效率 不過這個郵局的郵物車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一個遊戲的BUG 希望在官方能夠針對郵局的郵物車部分進行改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關於郵政分類系統 如果您也喜歡這款遊戲 也歡迎您在影片的右下角點選訂閱來支持我們的頻道 謝謝